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從你們離開了之後 我就覺得整間公司已經變成了 熱了, 吃什麼? 我買了蛋撻, 你快點吃 謝謝你, 阿水 成功給你吃, 真是吃 好熱, 真是熱 鳳姐, 最好一個留給你們 謝謝 別吃過 趁熱吃, 最熱的 好熱, 看片像 好美, 美哥 我真的覺得他們當我像透明一樣 那…我也是一個人 今天拖戲很好看吧? 最好他們來不了 我覺得不錯 剛才我上環送件 遇到一件事很好笑 想不想聽聽? 整個臭汗味, 拜託不要用止汗劑 這裡的通風系統跟樓下差很遠 走吧… 汗味? 沒錯 阿燈, 坐在這裡幹什麼? 公司請你回來吃的 不是, 我衝了這些件事 那你主動找其他東西做 看著看著走走走, 沒來聰明 去博炒一下 不知喪惡 聽你這麼說, 真可憐 幸好他們沒這樣對阿霞 你說他們是不是看我不起了? 應該還未至於, 會不會你想多了? 可能你剛轉過去他們跟你不熟 是不是真的? 阿燈, 有新的工作環境 需要時間適應一下, 很正常的 對, 像我們大搜查一樣 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事問題 我們都不習慣 其實我去到樓市那邊 一樣沒有人跟我聊天 不過沒所謂 同時之間, 做到朋友就是優惠 做不到朋友也沒得勉強 是呀, 阿燈, 慢慢適應就沒問題 看甚麼? 給阿芬把文件分開吧 好啊 你先來吧 沒水 是呀, 我來吧 在哪裡? 怎麼樣? 全部同一時吃飯 再見 收到 這些全部放工前送過去 不要遲 知道… 阿燈, 這兩份資料稍後開會要用 你幫我拍攝吧 好啊 謝謝你 別客氣 阿燈, 阿燈 阿燈, 你整身汗 都是這樣吹冷氣, 忍著要生病 謝謝 你說今天有奇遇嗎? 聽聽 甚麼? 我喝一口水給他喝一口 喝… 喝… 我送給你, 我送給你, 我送給你 你呀, 真是飯桶 你可不可以學阿烈曲他們 不要犯你這麼低級的錯 對不起, 我也是昨晚開通宵 才沒有雙倍檢查而已 我管你, 我要的是結果 我行你今晚之內 一定要重新做起他 然後送他給霍山 否則你不用資金生功 對不起, 但我今晚會… 不能, 但是我不要聽藉口 今晚你無法送給我 明天你不用資金上班 案子也是的, 做就做了 怎麼說得這麼難聽 但是今晚我媽媽生日 如果有搞定份文件再送過去 我一定趕不及和你吃飯 這麼糟糕? 阿燈, 你今晚加班吧 你讓我搞定份文件再給我送過去 我求求你, 整家人在等我吃飯 只有我一個還沒下班, 可不可以? 我求求你, 我真的請你吃什麼都行 我答應你, 什麼都行 等等, 讓我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頓讓我請你 你昨晚這麼幫得手, 應該的 客氣 這份文件… 幹什麼? 糟了, 原來昨天調轉了這份文件 這份才是送給霍山的 那怎麼辦? 趁KC還未知, 你幫我再送一次 沒問題 謝謝 做朋友的事, 我一定幫到的 早餐, 你搞定他 Terry 你記不記得你昨天答應過什麼嗎? 你說搞定份文件, 然後下班 但霍山今天早上打電話還沒收到 對不起, KC 我昨晚真的搞定了 你在這裡玩嗎? KC, 我可以證明他昨晚真的有做事 阿燈, 關你什麼事? 他一時不小心 是, 是我一時不小心, 信錯了人 昨天阿燈說想多賺一些職業的錢 就主動說等我做完份文件之後 幫我送過去 誰知他竟然到今早還沒送過去 這份就是了 黃茂登, 你有沒有搞錯? 你知不知道你這個大客 對我們公司有多重要 你聽他說 是他自己搞亂了文件 與我無關的 阿燈, 到這個時候你還不認錯? 他昨晚說他媽媽生日飯 那就求我幫他 否則我早就走了 Terry的媽媽上岸已經擺在大壽 昨晚學你吃生日飯了 你還在說謊? 你騙我? 你媽媽生日飯你也可以造假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阿燈, 你不要再狡辯 Terry, 待會兒叫Maggie出風警告信給你 慢著, 我也沒做錯 你幹嘛要誘惱我? 阿燈, 我曾經有一刻想過幫你 你是隱瞞的 但是做朋友的, 我就去包容你 不過做同事, 我就可以包容你了 一定要說事實, 要公事公辦 你們倆是不是瘋了? 這樣也可以誘惑我? 我不引你倆, 我就不生氣 不生氣? 你記不記得我加了25%給你? 那又怎麼樣? 將一年死藥籤不夠兩個月 你就不生氣? 老公, 你要賠十個月糧給公司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才會很害怕 看什麼?敢不做, 賠十個月糧 要不然, 替我收拾你 然後送你給霍三 阿燈 我黃沐登做了二十多年人 從沒受到這麼大的屈辱 你怎麼搞的? Terry平時比較陰濕 但沒想到他為了自保搞屈辱 真卑鄙無恥 出來工作是這樣的 沒事的時候其實是好好的 一旦有事, 當然會找你做替死鬼 再加上Terry是KC的頭馬 他選擇相信他, 不相信你 是很正常的 我知道他們是老闆 我只不過有個卑微的OA 根本沒得跟他們鬥 但正正因為我有個卑微的OA 我更加不應該忍他們 只是打工而已 東加不敢打西加 不是, 忍著忍著很容易屈到病 其實我的律師樓是需要聘請OA的 真的嗎?查先生, 你聘請我 但問題是你跟KC簽了死約 我真的很難可以等你十個月 那倒是對 公大, 不如你跟姐姐說 讓我向公司提早解約吧 別難以為阿佑 是呀, Amanda讓律師樓和KC打你 你又叫阿佑插手, 這樣做不太好 那不是對的?對不起, 這些我自己弄得如何 不要緊, 我儘管試試幫你問姐姐 進來 劉小姐, 廖律師 阿燈, 天氣這麼熱 還要你送文件真的辛苦了 不如你先坐下吧 要不要喝杯東西? 不用了, 謝謝 坐下, 坐下吧 好, 廖律師姐 阿燈, 我聽阿佑說過你的事了 我知道最近公司有些變動 你一定很不習慣 不習慣是事小 被人不冤枉才是無辜的 我又經常不在公司 而且我想過 我聽任何一方面的說話 好像很不公平似的 所以我想得很清楚 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 大家坐下一起聊吧 我承認這段時間 我真的做得不夠好 我以為順其自然 兩邊同事你就可以慢慢磨合 這是我的錯 我沒有用方法 去消除大家的隔膜 我也沒想到阿燈你有感受 對不起 希望你接受我真誠的道歉 慢點吧 而這樣的演技我也有出賣 既然KC都說了對不起 阿燈, 辭職的事你不要再想了 娜小姐 知道我覺得我跟這裡不太相交嗎 公司改組只不過一個過多月的事 你再試試吧 我可以向Manda面前向你保證 以後我會更加用心去跟下屬溝通 好, 大家無分彼此 就一起為公司出來打拚, 好不好 真的嗎 燈, 就算你信不過KC 你也應該相信我 如果下次有什麼做得不好 我一定不會袖手旁觀 你每個星期只有半個小時 看得到什麼 算了, 謝謝劉小姐關心 看你這麼說, 我決定不留下 好, 那就好了 Manda, 你也很忙 這些這麼少的事 不如交給我跟阿燈自己處理吧 那好吧, 我也有時候回樓市開會了 你們倆自己慢慢聊吧 阿燈, 跟KC也有很多東西學到 努力吧 知道, 娜小姐 再見… 又怎麼樣? 阿燈, 黃茂燈, 你也挺厲害的 既然找阿友來支持你, 我可以怎樣 不如你說你到底想怎樣 我想怎樣? 我不是答應了Manda 好好對待你嗎 從今以後, 我會更重視你 讓你每一個人都覺得很充實 沒時間想完無謂的事 阿燈, 走開了, 走開了 Maggie, 找誰呢? 誰呢? 去了元朗送件的那個 找我嗎? 阿燈, 你在搞什麼? 整個身體在大頸? 對了, 怎麼回事? 有人叫我去送件 又給我錯了地址, 明明是村美的 就說村口第一間 令我逐家逐家拍門去問 下整天不但熱得傻了 還要整身被蚊子針成這樣, 你看 什麼?我給你錯了地址嗎? 不好意思 我給你錯了地址, 你也可以送到 你也挺虛擬的 鬆開玩笑嗎?沒那麼容易 可惜了, 突然想起 今天早上那封信就打錯了個字 這裡有一封新的, 麻煩你再送給我 你不是又要我給蚊子針吧? 是, 你是OA, 這是你的職責 你不能說謊的 你說得對, 不過現在時間 根據員工手針, 我可以吃完飯才去 好, 沒飯後, 大家出來 大家聽著, 以後有什麼都要交給阿登做 讓阿登別以為自己是不受重視 是廢物 你們倆戴著他 幹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走? 這個呢, 我今天在村上刷了牛屎 我換了一雙鞋子 現在吃飯時間, 我不拿來清理一下 來吧 還有, 我為免的同事問我寒臭味 我買一枝好東西給你噴的 香不香?還香不香? 我的汗還臭不臭嗎? 你怎麼搞的? 有汗味, 有苦農水味 還要加牛屎味, 是不是想我們吐嗎? 阿登, 你不要耍東西 耍什麼… 別過來… 怎麼搞的? 我…我自己也捱不到那些苦農水味 別管你 那個阿登最近很多小動作 包括藏起了法無流連的公司 不同的角落 還每天都特地在街上刷完屎 才回來清理 把整個辦公室冤枕壞臭 我正在吃東西, 別說這些, 行嗎? 好, 我們不趕事 但我覺得不可以再縱容他 所以我已經想了一系列的方法 來應付他 KC, 你看看 首先我們剪掉他的津貼和勤工掌 然後就逼他清理財產的事 然後你就… 別說這些了 總之你這方案不通了 為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社會電影? 有 那些警察打電影時 為什麼在胸口會隔著電話簿? 還是他們驗不到傷 你知道就好了 如果我們對付他的方法這麼明顯 讓Amanda知道, 不會這麼好 但難道任由他繼續在公司搞屎棍嗎? 他做了這麼多黑人精的事 目的只是想我解僱他 想我解僱他? 真是沒那麼容易 現在是勝負關鍵 看看誰能夠忍耐 總之我們暫時先忍耐 每天做得要抽筋 我看能撐多久 下班了, 大吉 有些人慘慘了, 有人 自己一個職員, 沒人陪你嗎? 有些人只會擦鞋 擦到一雙鞋子那麼靠, 又怎麼樣? 有什麼事做人的狗 你主人找你, 快點通電話 KC, 我還在公司 KC, 好, 那你和劉少爺在餐廳等我 我盡快拿一份藥給你 你又快點… 你怎麼在發燒? 我之前開了幾晚通宵 那我也沒時間去看醫生 你這麼謊言, 說你會有人相信嗎? 沒事吧? 阿丹, 我忍不住了 這份合約對公司很重要 劉小姐, KC和各客都在等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過去給他們嗎? 又是這招…你 這招是真的, 我求求你吧 你不是還以為我會幫你嗎? 我還記得上次你怎麼給我招牌 上次是我錯, 我冤枉你 對不起, 但我真的不行 我是不會同情你的 第一次被人欺騙就叫做不小心 第二次就叫做蠢 我的樣子是不是這麼蠢? 你說我的樣子是不是這麼蠢? 阿斌, 上次我冤枉你是我不對 但你也知道KC怎麼對我 我求求你幫我吧, 我也是迫不得已 對呀, KC外上來也不是人敢扮 如果你幫他掃不到件 那怎麼樣?他會怎麼對你? 那…我會很麻煩 那就恭喜你了, 我告訴你 你如果從現在開始我按張工作 過了六點沒人找我加班的話 我走了就沒人怪我 就這樣, 你努力吧 再見 等… 你叫飯仔 等… 每天最壞都是自己 你用什麼心軟? 要不然現在我應該在家裡舒舒服服 在看電視 你怎麼樣? 你真壞 嚇你了, 文件送哪裡? 文件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快點幫我送過去 先生, 看牌有牌收拾 沒辦法了 我可以下車 對不起 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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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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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這次真的辛苦你了 我知道這裡很失車 你一定很辛苦才趕到你 沒事, 口涼紅而已 總之這次你幫了公司的大忙 我真的很感激 阿登, 辛苦了 之前我和你的誤會 我們當憤不辭抹掉它 以後好好合作, 好嗎? 不用客氣了, 你是老闆 我幫的是劉小姐和公司 要幫你, 我定不到 所以你不用多謝我 阿登, 上次你說 你想和公司解約 你是不是還這麼想 是的, 我覺得勉強沒有幸福 而且我知道茶餐那邊正聘人 我想我跟她會比較適合 既然你仍然這麼想 我也不勉強你 好吧, 我們公司就和你解約了 Amanda, 如果這樣解約的話 其他同事就有樣學樣 但是你和阿登也合作不了 就算你留下她的人 你也留下她的心 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說這樣就這樣 謝謝劉小姐 謝謝 這裡的銷售這麼大 有多少個員工? 還有這麼多層辦公室? 這裡有客人帶個茶禮師很多 不知道我的福利會比較多 我跟人事部說了 你的辦公室跟之前一樣 你待會兒去人事部 隨便做個職員就可以上班 好, 沒減就好了 我想問我坐在哪裡 阿登 你坐在這裡 我坐在那裡 好 其實坐在哪裡也無所謂 人就是日出日作, 日入日食 做人之後無聊 走 好 她最近也是這樣 給她一點時間 我想參觀一下這間餐廳 聽說你們是無限量的 藍山咖啡供應的 你去哪裡? 好… 請坐 你是茶山介紹來的 應該沒什麼問題 隨意都是填上一張房子的 好 跳 德先生 在見人嗎? 是呀, 這位是茶山申請回來的 OA同事 等我結束了, 你可以回去工作 好 謝謝 你好 我是大搜查律師樓的伴侶 我叫北凡, 你可以叫我Gino 知道, 你好 我叫黃茂登, 你叫我登就行了 我喜歡你的名字 我喜歡一種愛 從六歲到八十也不經改 用我飛, 天空海闊 前望將內 寒或暖, 有笑容可一可在 遙遠, 隻身參與萬場競賽 回家這路線, 快樂報警四邊覆蓋 越行越远 困倦了总有家中 这道梦为我开 在世间不声不语 有一种爱 游润到叫铁石种出花开 任我非不惊不觉 背包超载 这道梦